大家好 又是梦想成婚的时间 继续有Tessie今次跟你一起梦想成婚 Wedding Planner 大家都知道 在婚礼中有一个很重要的角色 今集我请到一个很专业的Wedding Planner Hace 和她一起做节目 Hace 欢迎你 Hello 你好 其实我真的知道你行内的明星都不错 其实你担任了Wedding Planner多久呢 我做Wedding Planner 其实也有三年的时间 三年其实话长不长 话短不短 其实你是怎样入行的呢 其实初初我都是一些朋友要结婚 我就很主动地跟他们说 其实可不可以让我帮一下你 我也想试试搞一个婚礼的感觉是怎样 慢慢之后就入了行 慢慢之后就入了行 其实我想知道你之前是做什么的 会想入行就可以入行 我之前一直都做设计 有时候那些朋友结婚的时候就会说 你可不可以帮我设计一些东西 放在婚礼上用呢 那久久一点就做了Wedding Planner 即是觉得是不是朋友都找你了 不如我直接入行吧 为什么你会喜欢做Wedding Planner 而放弃自己原本的工作呢 其实因为做Wedding Planner 可以直接感受到客人的开心 因为是一个喜悦来的 可以跟他们分享到 这样 那是呀 做这份工作其实都挺开心 亦都感觉到你真的很喜欢做这个工作 那我想觉得 就是问回你这件事 很多Wedding Planner 都会有不同的感觉 对这些客人 就是他们觉得最重要的东西都不同 我想问回你自己本身 你觉得作为一个Wedding Planner 你的重点在哪里呢 我觉得作为一个Wedding Planner 最重要就是 在一个婚礼上 你要做好自己一个色先 最基本 譬如你要很了解整个婚礼的流程 你要控制得好的时间 还有要有一个很好的应变能力 去处理一些突发的事件 还有你要很懂得如何 去跟客人沟通 或者跟一些供应商去沟通 那是呀 因为如果沟通不好的话 很多事情就有失败了 那就会令婚礼很乱 畅竟是整天相似 真的都不想加到这么凌乱 但是好了 你又有这么好的策略 这么沟通下去 但我想知道 当你第一次接触到一对新人 他们找你做Wedding Planner 那第一件事 首先跟你做的是什么呢 首先都会谈谈谈 让大家的感觉熟习一点点 像一个朋友多过一个合作伙伴 感觉令他放心 将他的婚礼交给我 让我帮他们处理得好 那都不错 真是 其实都是一个朋友 不知道是一个客人 因为我知道了 很多人在结婚的前职 都会有很多争吵 走职也好 婚室也好 怎样都会大大小小都会谈谈 有时候你直接做一个和事努顾 那你会用什么心态去帮他们呢 其实有时知道 你们在喊叫的时候 心都很不舒服 因为都不想在我的工作里面 有任何一对新人都突然之间就说 不开心了 不想有这样的事情发生 因为他们除了在我客人之外 是一个朋友的身份 都不想有这样的事情发生 所以都会和他们谈多一点 了解一个事情 究竟是发生的问题在哪里 就帮他们看看 可不可以在我的身份上 可以帮他们解决到问题 非常之好 感觉到好像多个朋友 那样 还要是一个很中立的 就是不会说 两个common朋友来的 帮他不帮我 就是比较中立的意见 是比较好一点的 那首先要交通了先了 第二步呢 你会去做些什么呢 会不会是订酒席 做婚纱还是做帖 会是做哪样东西呢 先选长地 因为日子多数来找我们的时候 都已经选定了日子 可能选长地就比较紧张一点 其次就可能是一些婚纱摄影 那些期都会比较满一点 其实我想问 你其实wedding planner 我经常都听 但我不太知道 他们其实主要的工作范围是什么 有什么他们需要负责的 不如跟我们观众解释一下 好啊 wedding planner 其实主要是 怎样去处理整个婚礼的流程 怎样控制得好的时间 例如又怎样去 将气氛怎样去推出最好 都是一个很重要的环节 其实wedding planner 等不等于私宜呢 你会不会做私宜 还是会另外找的 其实我就不会做私宜 或者其他职责 我们都不会的 我主要是一个organizer的职责 就帮你分配好所有的工作 如果我又是一个MC 我又是一个wedding planner的时候 可能有其他突发事情发生的话 我会处理不了的 那又会有些甩漏 譬如不知道 針茶杯不够 警察那些 那你还在做MC 去不了跟部长联络 是吗 因为我记得之前 大家有看过 有部电视剧 就是说要wedding planner 又要找戴监者 又要安排了很多什么礼 送礼又要 那你是不是要很熟悉这些东西 都是的 其实因为他们完全是一张空白的白纸 我们要慢慢 又不可以太快的 一次要告诉他们 ABC的流程如何做 你要慢慢告诉他们 你接着要怎么做 他们就会信任你的时候 他们会容易去做 我想问一下 其实因为婚礼 都是一件挺复杂的事 你会建议我们的家庭观众 或者准备结婚的情侣和新人 会是多久之前 开始找你们帮忙会好一点呢 其实比较好一点 就一年至年半之前 就已经开始找着wedding planner 早一点好一点 因为所有东西都会 容易控制得到 更加容易要到你想要的东西 对啊 好像我找婚纱 我要找那款的 没有的要特别订阅 我也需要多一点的时间 但是有时候 有些新娘子的要求是比较特别的 就是婚纱要一些很特别的款式 不是一般地方买得到 那你是不是要贴身陪他去找呢 其实我们首先 都是要跟别人聊了 溝通了 我们知道他要什么了 我就会告诉他 其实我们现在帮你找了几样东西 我们选择了几样东西 我们才会去的 而不是某某然 带着他到处走 那客人就会很辛苦的了 如果有些客人比较麻烦的 说真的 会想要一些很特别的婚纱 或者一些很特别的饰物 但是又找不到 那你是不是真的要跟他贴身 那么周围找呢 那我们就会建议客人试一下 不如去订造吧 那订造的时候 就一定会有一个适合你的款式 那就是预设一定的时间 以及一定的金钱 就看你是不是真的那么需要 是吧 会不会有一段时间 如果那些客人 会半夜三间打给你 因为很多婚纱计划都试过 嗯 我也有这样的情况 即半夜四点 是的 四点打来 我太紧张了 因为他们可能只问一些问题 其实桌子计划是怎样摆得比较好 可能是因为很简单的问题 但他们都会打我来 因为实际太紧张了 实际太紧张 所以又打你 怎么办 桌子计划好像看来看来 好像不够位置坐 我的贴又好像找得很漂亮 怎么办呢 怎么办呢 就要靠你一一地去解答 其实多数你做过这么多对新人来说 是不是每一对都会继续关系的 基本上都是 有时就 各时各节 或者大日子都会发个信息 祝你们心愿快 那些资与资料都会的 他都挺甜蜜的 反而多了很多朋友 反而我想知道 其实结婚来说 真的很多很多细节 都很麻烦的 以你所见 这么多对新人 最麻烦的细节是哪里 订礼服 订酒席 什么贺礼饼 最麻烦的细节 可能就真的会在过大礼那里 因为涉及不是单纯两个人的问题 可能是涉及双方的家长 可能奶奶那边又要什么 但是陈嘉宾又不要这些什么 可能这里会比较繁复 要花多一点点时间 这些事情都挺麻烦 要好多沟通 你做了他们中间的桥梁 刚才提外话一点点 因为刚才我们休息的时间 和Haze聊了一会儿 他试过一些很特别的婚礼 很特别的兄弟团 那些服装 不如跟观众讲一讲 我相信没有什么人听过 是 是那些很特别的服饰呢 我们都试过一些很特别的婚礼 譬如不同地方的婚礼 都会试过 譬如有一个韩式的婚礼 他们都会穿一些传统少少的韩式服 和会做一个传统的韩式 韩国的仪式 譬如一些抛连子 他们都会做的 这就比较特别一点 你会接触到很多不同地方的文化 平时空闲的时间 不是要进修很多这些知识吗 其实所有时间都很难 进修得完所有的知识 那就是临不服服的 就去看多些书 见步行步 其实我想有一个小小的问题 自己想知道 现在你做的 新人都比较年轻 他们的budget 我相信都不会太高了 很多现在香港的生活指数 他们会不会整天都压价呢 希望你帮他们讲价 这张屁就减下价 不断叫价 其实我们都会尽我们自己的能力 如果拿到一个好的offer的话 我们都会帮客人去做 但是你所说的 物价指数比较高的时候 我们都会劝语 你要知道 你要这件事的时候 都可能的budget要高一点 我们都会看回去 可能就要减低其他option 更加符合自己的要求 是的 其实我见你年纪都比较年轻 很多过大例的东西 我觉得是老一辈的人才会知道 你会不会寻求 老一辈的auntie 或者妈咪的协助 而再做得好一点呢 其实我们自己本身 都要有基本的知识先 譬如要说到过大例有些什么 什么时候要过之类 我们都要知道 如果真的要去到 可能家人要捉到好帅 要做到很传统的时候 我们都会建议客人 不如他请一个大琴者 回来 他们会比任何人 都会做得好一点 是的 大琴有一个大琴的课程 就会跟随所有什么 时辰八字 买了一些过门 有什么三招 那些 我都不太清楚 总之是很复杂的 我想知道 你所做的客人 都比较年轻一辈 会不会有很多东西 都要跟回传统呢 因为家人来说 他们都比较简单 都比较喜欢一切重拣 家人那方面都没所谓 是比较容易做一点 是的 因为今次年轻人 都想快快结婚 有一个美好的回忆 很多事反而没有足够感 亦都很开心 有婚礼计划 以前就要 哎呀 糟了 要请一个月假 要去结婚 做很多计划 可能不行了 我要请一年假 就是为了要结婚 现在我们婚礼计划 就少了一瓣 说了很多事 很开心 聊天 应该是这样 我们现在休息一会儿 稍后回来继续梦想成分 你们好 你现在看的就是 A Plus 《优质生活台》 我是苏雄雪 多谢 全新电视频道 A Plus 《优质生活台》 《优质节目》 带你了解生活 享受理想生活 健康饮食 高消费娱乐 金融财经 时尚潮流 品味消闲 医食住行 吃喝玩乐 应有尽有 还有玄学宗教 寵物护理 名人专访 啟发你的思维 扩阔你的视野 一个真正享受 《优质生活》的频道 由A Plus 开创 《优质生活台》 现在除了在电视上 看到我们的节目之外 还在上我们的网站 www.aplus510.com.hk 就可以收听我们所有的节目了 现在有种右身 由免费的方法 就用iPhone或者iPad 下转我们的Apps 那就随时随地收听我们的节目了 只要在你的iPhone或者iPad上 进入App Store画面 在搜寻功能里面 输入A Plus 之后按确认 会搜寻到A Plus的Logo 这个时候 click入A Plus的Logo 画面就会进入下载A Plus的版面 你会见到有关A Plus的简介 只要轻轻一按Free Free就会转成Install click入Install按钮 画面就会显示 需要输入用户名称和密码 确认之后 会回到主画面 A Plus的Logo下面 就会显示正在安装 只需10秒钟 你就成功下载啦 你可以立即用A Plus App 重温优质生活台的节目 那就可以随时随地 看到我们精彩的节目啦 还有啊 留意我们A Plus最新消息 着数随时任你拿 还不快点拿你部机器出来下载 千万不要错过啦 全新电视频道 A Plus优质生活台 优质节目 带你了解生活 享受理想生活 健康饮食 高消费娱乐 金融财经 时商潮流 品味消行 衣食住行 吃喝玩乐 应有尽有 还有玄学宗教 寵物护理 名人专访 啟发你的思维 扩阔你的视野 一个真正享受 优质生活的频道 由A Plus开创 大家好 欢迎收看《梦想成分》 继续有我Tessie和Haze 在和你们一起分享这个 婚式计划 婚式计划 其实很多人都很需要 基本上每个人结婚 都会邀请婚式计划帮忙 否则自己才是你气 但我听过另一个称 叫统筹师 那和婚式计划有没有分别 其实都差不多大致上 都会帮你安排一些小小的细节 在你整个婚礼里面 都会轻松一点 其实他们主要的工作 都是一样 其实都差不多 由你说我要结婚 即是求婚了 求婚我答应了 就去订阅日子 然后就去找婚式计划 譬如我 忘记了几个月 几个日子 你就开始由头 就跟到尾了 没错 就是由她去婚纱 帖 派帖 不用派帖 派点也不用 如果有时候 我有个好小小的 很有趣的问题 好像我这样 我很想邀请很多 旧同学 或者失散了 如何找回地址 那些 你们会帮忙 找回合 其实这个就困难一点 主要都会 可能建议回去 用什么途径 你可以找到 其实我真的觉得 找这个联络方法 最难 嗯嗯嗯嗯 因为你很想 很多的旧同学 或者很久没有的朋友 出席你的婚礼 但是找回 这个联络 真的是一件难事 所以各位新人 就好好保存 你们的通讯地址 那些朋友 准备结婚 会不会有什么 特别的事件发生过 令到你很难忘呢 其实很多事情都会发生过 比如可能在结婚期间 可能在一个户外婚礼的时候 突然之间下雨 那些都 这些都很特别的 那你就要懂得如何即时处理 比如其实可能先前 你已经要跟那个场地的地方说 如果那天突然之间下雨的时候 我可不可以立刻搬到一个室内的地方 那如果可以的时候 就立刻有个应变了 那其实这时候 我们都会早一点去决定 会不会搬呢 我们都会做一点去决定 那就是 要不然真的担着八姐行礼 其实挺特别的 这件事都挺漂亮的 新娘子 新娘子下雨的时候 出嫁代表幸福的 我听过一个传统的故事 就担着八姐下雨 是幸福的 因为新娘子以后要流的眼泪 那天已经流了 那其实也可以 大家好的方面想想 就不用太不开心的 那另外一个问题想问 你做的多数是中式还是西式 我比较多一点做 因为比较年轻 没错 年轻人都比较casual 西式的文化 适合一些 我想知道 多数都有伴朗 伴娘穿很大 就是兄弟团 你需不需要帮他们的兄弟团 找礼服 伴娘衣 或者 arrange其他东西 其实视乎客人需要 但基本上 现在香港社会 都会需要的 譬如说 我想配合今天的主题 譬如今天的主题 是粉红色的 可能我们都会建议 你在哪个地方 可以找到粉红色 配合一起的东西 我们都会建议回去的 挺开心的 其实是 现在这样 你要做一场婚礼 又开始 arrange 到订阅 到圆节 都差不多成一年的时间 一年里面 建立了很新的关系 所以我看到 你为什么这么瘦的原因 就是因为 背着衣服收了很多电话 其实你这个工作 是没有休息时间 可以这样说 每一个新人 他们都会紧张 其实他们多数 可能星期六才放假 他们星期六才会找你 去帮忙 买一些东西 那你就要靠星期一至五的时间 去好好安排 星期六日 你要帮他们做的事情 我们说了这么多 Haze你也这么生动有趣的方式 跟我们说了这么多 但我相信家庭观众 可能幻想之中 都没有实在的概念 我们看一看Haze 带来的照片 你就会更加感觉到浪漫的感觉 这个很有趣 它应该是投射灯的方式 不如略略介绍一下 其实这个 wedding 其实你看到 它有一些中式的元素 也有一些西式 其实就是 他想要一个中西不合璧的感觉 因为一个新娘子就喜欢西式 新娘公子就喜欢中式 可能两个要拿一个平衡 是的 我也看到 因为它旁边两个 就好像是中式的感觉 中间Laser出来 就好像中式箭子 但是西式一点点 这个很有趣 好像别人荷里活的灯箱 为什么会有这个想法呢 其实这个主要整个 theme 都是在玩一个摩天轮的乐园 像马戏班 所以我们用一个灯牌 去表达一个很开心的喜悦的感觉 是的 因为我看到它有个氢气球 我想知道 这个小小问题 我想知道 为什么会有这个概念 是的 比较开心一点 譬如放一些糖果 在这里 可能你送的礼物 可能是一些开心一点的 我们就送了一个曲奇饼 曲奇饼 就是一个摩天轮的形状 大家所有客人收到都会很开心 是的 感觉很特别 我们再看看 其实原来Hace真的做过很多 其他特别的婚礼 但这就是你说的韩式 是吗 是的 没错 我现在就做一个 向父母行礼的方法 他就会双方坐在那里 接着一对新人就向我们的走iki Zenichi 会不会向我们售一戒指上了 一个传统礼仇 是的 因为他们是韩国人 是不是有韩国人 新郎ś是韩国人 新娘子便是韩国人 那会否因为韩国有韩国 有韩国��leursus Mmm 因果是香港不会找到 这样的东西 其实这里所有东西都是韩国aro earthly OK 明白 毋简用完整el八 真的没有难度 好 我们再诧画下一个照片 这个好对 好冰 Ermλ 很好很冰冷的感觉 然后有一些蝟蝶 是的 其实整个十分 noble 用一个动物园的方法去做 整个感觉都是不复杂的 简单一点点缀带了整个感觉很开心 这个很雷舍的感觉 这个是什么来的? 这个其实是澳门的一个婚礼 其实是一个大户人家 所有东西都要做得比较体面 我们就帮他们在牆上导致了一对新人的开始 告诉他们是谁和谁的婚礼 这个又很好问 我看到他们的背景 是不是新郎和新娘的名字 头一字的一个图案 另外他好像有个舞池 他们有一个节目的环节是会跳舞 他们跳舞后有一个第一次 因为他们从外国回来 比较西式一点点 跳舞后他就会邀请一些亲朋戚友 一起来跳舞 一起来开心 挺有趣的 这一幅更特别 我看到苏格兰裙 没错 这个就是苏格兰的婚礼 即是新郎歌不是本地人 是的 新郎歌是有些传统的苏格兰血统 他在进场的时候 邀请了一帮乐器的歌手 他会一路进场一路打乐器 是这样的 不义章一看就是签子而识 新娘子好像在哭 没错 我常常想说 其实是一个很开心的婚礼 其实大家都花了很多时间在里面 可以见证到一身人的开心 其实是一件很开心的事 是的 其实我觉得 不知道为什么我很喜欢婚礼 但每一次婚礼 即是I do 我真的会哭 是感受到现场的气氛 所以你是不是常常会哭 我眼前都会哭 我眼前都会哭 即是每一次 即是觉得很感动 尤其是你已经完成了一年的心血 好像看着孙子大了 然后完成了婚礼 其实真的有些感动的感觉 真的会哭 有些人常常说人家扮哭 其实不是的 我觉得真的会哭 其实你一年里面 你有这么多的时间对了一对新人 也很了解他们 最后的时候 最后一个晚上 你们会有一个很感触的时间 也会的 也会的 譬如完成了整个婚礼 我们都试过有拥抱 大家都会落泪 是一个开心的祝福 是的 因为怎么说 好像可能去旅行 我去了一个星期旅行 跟一群不认识的团友 就很close 然后走的时候 有种依不舍的感觉 会有 就是遲些 不是说不会见 当时是朋友 但不会像以前那样 很close的感觉 其实我觉得做婚礼主 最开心就是 可以帮到人 究竟这么开心的时候 会不会是 会是 那你又能够扩处自己的圈子 是的 有些是可以 去close到做到朋友之后 还可以一起去旅行 都会有发生的 都会的 其实大家有参加年纪 而你有这么尽心尽力 帮我们教了 这么好的婚礼 我见到你有点眼神 就会想到感动的事 是真的有的 其实这个感觉 你最重要的 才能做到一个好的婚礼主 不如这样 我们这个节目 鄰近尾声 有点时间 不如和我们观众分享一下 你有什么心得 觉得他们应该注意些什么 才可以有一个好的婚礼 嗯 首先我都会觉得 一个婚礼里面 可能会有很多 讨论的 其实大家都 不妨尝试一下 放开你们的怀抱 去说你们的心 在想些什么 让对方知道 令到摩拆减到最少 令到 是的 我觉得两个人的沟通 是最重要的 如果不是呢 因为结婚有很多 喊叫的 我也见过不少 我身边的朋友 最重要的是 互相体谅解 所以你的角色很重要 你担任社工 对 所以你脾气一定要很好 会不会有时 那些新娘子 有些临场协分的状态 嗯 都会有的 都会有些 不知怎么办 不知所措 不知 提了他 他都会不记得 自己应该要做些什么 这个情况是正常的 所以都会 跟那些新娘子说 你那天不需要 特别去记些什么 你放松做自己 享受婚礼是最重要的 是 一切交给我 我帮你搞定他 不够杯不够成 弄烂些杯 不要紧我来 是一个很放心的交给你 你的新娘子舒服很多 所以为什么 婚礼计计划那么重要 是想你结婚那一天 不是在那儿上班 很辛苦 take care 所有东西 然后你享受那些派对 对 那我相信你做婚礼计划的宗旨 你绝对达到 你享受你的工作 对 未来呢 除了做婚礼计划 你还有什么大点的目标 其实未来都会帮一些新人 可能之后 他们有些 可能已经生儿育女 有些已经是 可能在做妈妈的时候 可能会帮他们搞一些 生日会 帮小朋友 都会有这样的工作组织 其实我觉得婚礼计划 类似一个PR的感觉 因为是空关 跟每一方面的交通 都很好 令到他们一个很圆明的回忆 一个party 令到很舒服 因为我觉得做party来说 最辛苦的多数是拆华人 所以有时候生日party来说 生日那个都很累 没得玩的 因为要招呼所有人 所以我觉得生日也好 婚礼计划 计划的特色是非常重要的 好了 我们今集很开心 我们一起到Hace 谢谢你 和我们分享了这么多 婚礼计划的感受 还有这么多要做的事情 今集梦想成分时间差不多了 下一集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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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